10号下午 香港警方召开例行记者会 警方宣布将推出10条反暴力爆料热线 呼吁市民运用该平台 向警方提供暴力活动的相关线索 同警方一道止暴治乱 尽快恢复香港社会的瓶颈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震忠表示 示威者的行为越来越暴力 甚至使用致命性武器 让警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警方表示 过去受到很多市民反馈 希望警方可以提供更多渠道 让市民可以提供更多资料 协助警方破案 鉴于此将推出10条反暴力爆料热线 供市民向警方提供反暴力的情报 捍卫香港的法治 维护社会的秩序 是需要全港所有市民 跟警队一起同心协力 止暴制乱 现在我认为 已经去到黑不容缓的境地 提供行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